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 HKCEE1995年的PAPER II第37條的MC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條題目 它就說,它叫你Simplify 這份數都頗大,首先先說份子 就是y over x 減1,再整個東西乘以1減x over y 好了,over什麼呢?現在說份母了 就是x over y 減y over x 事不宜遲,先拿一張單行紙出來再說 做這條題目的時候,我都不說那麼多了 其實一看下去都已經知道,這個份數很煩 我們中間會牽涉到抗份和通份母 稍後才慢慢recall你小學的東西 當然還有一個怪獸份數,稍後都會用 什麼是怪獸份數呢?稍後告訴你 好了,先抄題目 首先,這個就是y over x 再減1 好了,整個 再乘以1減x over y 再over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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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好,而事實上,你讓我做 我首先會把上面的份子抗了份線 因為我看到有減1 所以在這裏第一件東西,我就會y over x 我就硬弄到它做什麼 綠色筆,好嗎?就是x over x 它現在就是同一個份母,等一下你可以結合它 好,這邊一樣,即是1 我就不寫了,我就寫做什麼 今次我寫做y over y 為何這麼多東西不寫,要寫做y over y 原因我不能描出旁邊的份母是y 為何待會你就可以跟旁邊的y份子 x結合 主份數線當然就繼續照寫 所以我也要加低它 在下面,這裡一樣 我當然要做一些小手腳 就是通份母,因為兩個份數做雙減 所以在這裏,我就會寫y乘什麼呢? 就是乘個x給它 因為我瞄到旁邊有x 就是分子 當你在份母上乘了x 當然在分子上也乘了x 當然它自己本身有個x 所以現在就是x 二次 再減 這裡,我x照抄 我亦見到它旁邊有份母 所以交給它通份母 下面乘了y 當然份子也要乘回y 就是y的二次 對嗎? 好了,比較細,看得比較辛苦 頂住 好,然後我繼續來 所以換句話來說 如果我再做的話 我就見到上面 第一件事應該是乘什麼呢? 就是x y-x 即是第一個就是 x y-x 對吧? 再乘什麼呢? 這裡就是 y-x over y 因為那個份母大家一樣 所以放在一起寫 好了,再over下面 大家都是份母是XY,所以寫XY,結合一起寫 而份子當然就是X二次,再減Y二次 在這裏,當然再寫好,我亦會看到繼續做的情況下 上面的份子繼續寫,份母乘份母就是XXY 再份子就是Y-XXY-X,即是Y-X整個東西的二次方 主份素線我繼續寫 而下面就是X二次,再減Y二次,再over,當然就是XY 現在來到這一步,我下一步會怎樣做呢?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怪獸份數 平時呢,不如我寫在這個位置,好嗎? 平時我們見的份數,例如二分之一,是普通美的份數 為何這麼說呢?因為份子、份母都是整數 份母是二,份子是一,整數來的,二和一 或者四分三,四分三都是一個普通的份數 因為份子和份母分別就是四和三,都是整數 但有時你會預見到一些什麼叫怪獸份數 就像我剛剛給你看的那個,就是A over B,再over C over D 那就是什麼?份子就是紅色部分,A over B 它本身是一個份數 而份母呢,它是C over D,綠色部分 它既是自己本身是一個份數 份數裏面的份子和份母都是份數 這些我俗稱為怪獸份數 那怎樣應對它呢? 就等同於把紅色部分,份子照寫,不用理它 好,主份數扔掉它,變成乘 對,藍色變成乘 綠色部分,份母怎樣呢? 就拖它出來反轉 原先的D,是不是在下方? 就反了它向上 而C,就反了它在下方,就是D over C 最後將兩個份數成在一起 份子乘份子,份母乘份母 就是A乘D over B乘C 就是這樣出來的,OK? 我做一次給你看 所以在這裏,今次我拿一支紅筆 你會見到 我剛才給你那條公式 你當公式也好,勾結心法也好 怪獸份數的份子,是不是就是這個? 所以我自己就會把 現在紅色部分照抄 就是y-x 整個二次 over xy 好了,再乘以甚麼呢? 主份數字不改,就寫一個乘號 就乘回綠色這個部分 就是我,唉唷,好噁心 就是我在公式裏面,看到嗎? 就是C over 綠色的部分 看到嗎?就拖它出來反轉 所以何謂拖它出來反轉呢? 明明這個x over y 在底 就拖它出來反上定 就是xy 好了,至於落底的 就是x二次 再-y二次 就是這裏 首當其衝,你會見到 現在 是不是xy和xy 可以約走? 好噁心 所以現在這個東西寫得多 就變成 y-x 整個東西二次 對嗎? 再over 就是x二次 再-y二次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了,來到這個位置 之後我還想說 我做點小手腳吧 好噁心 好噁心 在這裏 y-x二次 其實可以等同於x-y二次 好了,當然這個份母 我就照抄 就是x二次-y二次 為何可以這樣寫呢? 你想真點 我給一支 不如同色吧 好噁心 做個例子給你看 好,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如果 5-3 整個東西二次 是多少? 5-3 就變2 2-2 是不是如4 就是4 好噁心 調轉四 可以嗎? 3-5 的二次 會是多少? 是啊 3-5 是-2 但是-2 整個二次 不是-2乘-2 就是-1 正2如4 都是4 所以其實 換言之 總之 Square 裏面的 裏面的兩個數字 你調轉 調轉減都可以 這個例子都告訴你 所以正正就是 我現在所說的這個位 看到嗎? 就是 我拿一支黃色螢光筆 好嗎? 正正就是 這個位 大家對調 看到嗎? 就是這個位來的 可以嗎?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第一和第二個 我忘記寫了 第二個 是一樣的 即是兩個數字 加換減 再次數字 出來的答案都是一樣的 看到嗎? 好了 之後再來 如果你明白的話 我就繼續去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 那個 我拿一支螢光筆 還有 綠色部分 看到這個嗎? 其實 它就是一個 identity 就是 我用這條 就是 A 二次 減 B 二次 看到嗎? 就會等於 A 減 B 再乘以A 加 B 所以 這個 是不是就是一個 identity 這個就是綠色部分 拿回綠色 給你 看到嗎? 就給你 而事實上 如果你看到的話 我拖高一點張紙 終極答案都差不多出了 所以在這裏 就會是x-y 照抄 的二次 再over 什麼呢? 就會是x-y 再乘以x-y 就是x-y 而事實上 約一約它 因為下面有x-y 而上面有兩個x-y x-y 乘以x-y 就是約一個 所以終極答案 不如我寫在這裏 就會是 x-y 再over 再over x-y 再over 這個 應該是 越無意外 都是一個終極答案 可以嗎? 好,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好,一齊看看 OK 我見到它 正確答案當然是A 好了,這條也有點難的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來到這裏 OK 好 那 再給你們一個答案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